题目应该是从日常生活当中 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开始去发想 我常会建议同学 第一个就是对你的周遭的生活 各项事物要够敏感 然后第二个当然是会跟你的兴趣是有关 那最好是从自己周围的开始去想 例如说像有些学生他可能刚好是记者 那我都会很建议他去研究记者这件事情 就是他在工作的场域 或者是有些同学他可能是做心理资商 会对心理资商有兴趣 那他应该要常常进入田野 或者是到这些相关社工的这种环境当中去做观察 那这个一方面会对你自己的训练是有帮助 另外一方面也跟你自己观察未来会有一些关联性 因为大部分写论文都还是会有指导老师 所以去做一些田野的时候 我通常会建议我的学生他会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这个想法再来跟老师讨论 然后进入田野之后再去修正自己的想法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不断的修正的过程 他应该是不断的去找一些有趣的东西的过程 那跟我做研究的同学 如果他是做田野的话 我通常都会建议说 你可能一开始会有一个方向你要做什么 但是你也许先到那个田野待个半年一年 你再去了解你所要观察的东西 到底去感受去了解到底是不是你所知道的那个样子 我们再来做详细的题目 所以我也不见得觉得一个研究生他必须要很快的毕业 因为研究生我常常会是他人生最后一次读书的机会 那这么快的毕业我也不知道干嘛 就是你可能赶快去找工作 那也可能是很快就失业 但是还不如很快 还不如在这段时间里面好好地去多构思 去多思考你所观察的一些事情 我觉得效率不见得是一件好事啦 就是有时候太强调效率 你反而失去了观察的过程嘛 所以我们常常会觉得那个速度很重要 可是速度如果做强调速度品质不好 或是你反而只是为了要完成论文的完成论文 我觉得事实上就失去那个学习过程的一些意义 那当然也不是说你就完全的发散出去 然后什么都不管 而是说你必须有自己一些计划跟想法 那你可能要考量的一些东西 包括你自己的资源 你自己的时间 以及你愿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你所要研究的对象 那当然他一定有他的修业的年限嘛 例如说大部分硕士班就四年 顶多让你读六年 那也许你自己去规划在一个 你要三年之内完成 或者四年之内完成这个论文 你再从这个时间里面再回来推 什么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不过我觉得即使是这样的规划 也应该要给自己一个弹性 因为他可能比较容易 也许他会很快就写完 也许他会延长一段时间 但是而不是应该是有这样子 他这样子有弹性的过程当中 他自己才能够有比较多的这种认识跟体会 给自己的时间 给自己的空间是比较重要的 有兴趣他就不会有痛苦 除非那个痛苦是来自于他的时间压力 他必须要快点毕业或是要去工作 那如果没有这种时间压力的话 我觉得这些痛苦通常是不会存在的 而他的存在的问题会是在于说 你可能会卡关然后你过不去 那这个会卡关常常会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跟你原本的知识 够不够丰富是有关 就是你平常没有在读书 看了书够不够广泛 那第二个就是跟你自己的体验 以及体验的过程当中的思考 是不是有关 就如果你今天本身就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或者是你的体验常常过去之后而没有任何的感觉 或是经过了这件事情而不知道怎么去归纳的话 你当然就不太容易发现他的解决方法或是问题的所在 所以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我都会建议多跟受访对象 你的研究对象多聊聊 或是跟你的指导老师多聊聊 或者是跟你的同学多聊聊 对那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许他会给你不同的刺激跟想法 很多人写论文的目的其实就是变成是他学历的一部分 就是取得学历的过程 我常常开玩笑是跟去全家 或者是去Sieben玩极点是一样的 可是我们常常去极点的时候 我们从来不会去看那个极到那个点数上面图案 到底有多美丽 或它如何设计 我们只是把它极下来 就好像很像念国中高中大学 然后就是一直在极点 你在这过程当中失去了读书的乐趣 失去了做研究的乐趣 所以我觉得做研究这件事情 当然它为了达到毕业是一个目标 可是我觉得也许可以回头头来想一件事情 就是在做研究的本身是在训练一个人的思考能力 组织能力 整合能力 分析能力 以及他的洞察能力 甚至是一种感受的能力 我觉得特别是对社会科学 人文科学这个部分是很明显 那你何不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的两年 一年或是三年的过程当中 多把刚刚谈到各种能力 以培养这种能力为一个主要的目的 因为这些能力的培养之后 你出去工作 你还是需要这些敏感性 整合能力 分析能力 组织能力 那这些能力的培养的 所得到的所谓的好处 远远胜过于你的学历 本身得到了好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